请收看台湾向前行 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孟琪 这几天的新闻 台湾头基隆市攻占了不少的版面 昨天基隆市长谢国良 他昨天晚上还预告 说有一个重大的宣布 那么今天一早的记者会公布答案了 他所谓的重磅消息 重大宣布就是强调 他绝对没有吸毒 整场记者会针对重要的产权争议 一个字都没提 只是不断地对前市长林又昌 下最后通牒 说给你24个小时道歉 不然我谢国良 我要去医院咽尿自清 要提告了 怎么会有这一出呢 那有这一出 等一下我们来好好讨论一下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被卡了好久好久的食安专报 今天行政院长陈建仁总算是顺利上台报告了 不过黄国昌 爱嫌忘嫌 先说这个内容让他很失望 太单薄了 讲到黄国昌 昨天柯P主揪 约了这个蓝白的党团三长一起去吃饭 听说这个里面气氛不错 吃完之后谁要买单 大家都很高充的哦 最后是采AA制 各副各的 那吃完呢 洪梦凯跟黄珊珊也建立了一个热线的管道 说是要方便以后联系 蓝白和在总统局没有合起来 合不成 反倒现在在立法院要上演一家亲了吗 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好好来讨论 我们赶快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 我们邀请到的是政治评论员陈才能 孟起好 台湾的主人 大家平安 大家好 接着欢迎到的是民进党立法委员张红露 孟起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左手边欢迎到的是民进党新北新议员戴伟山 孟起好 大家午安 接着欢迎到的是国民党前发言人肖静岩 孟起好 大家好 稍后呢 还会有资深媒体人邱明玉 也会加入节目讨论现场 好那我们赶快来看到是基隆市政府昨天晚上预告 说今天早上市长谢国良有一个重大宣布 我们赶快来听一下 我绝对没有吸毒 我现在要求林佑昌 请你公开的说清楚 基隆市长谢国良 KID POPP要内政部长林佑昌24小时内向他道歉 就是不满林佑昌指控他吸毒 这个谢国良市长是不是疯了 是喝醉酒的还是科药拉K 身为一个基隆市的市长 这件事真的是有点失格 我给林佑昌24小时的时间 来回答这个问题 并亲自向我道歉 假如他不回答 我会考虑去医院做自清 然后采取法律行动 当天这个林佑昌部长在立院接受访问的时候 其实部长只是在书名民众看到这个直播影片的这个反应 我想比起这个咽尿的结果 社会大众更关心的是 二月一号当晚到底是谁下令夜闯东岸的行动 要谢国良把话听清楚 前基隆市府发言人回应林佑昌当时说的是疑问句 不是肯定句 只是前后任市长为了吸毒隔空护杠 来采访谢国良的记者却是一头雾水 记者超傻眼 因为基隆市政府在周四晚间预告说 2月23号上午市长谢国良将针对东岸广场争议有重大宣布 也让外界认为产权争议有最新发展 但说好的争议事件重大宣布 谢国良却没回答 发言人在每天的直播固定的会把很多事情做一个很清楚的澄清 谢国良强调将由发言人直播澄清 基隆东岸广场的产权争议越烧越旺 昨天傍晚时分 其实媒体圈大家都有收到这个采访通知 上面就写说 基隆市政府谢国良市长预告有一个重大宣布 昨天我收到的时候想说 今天不晓得有什么重磅消息 谢国良是不是没有林又昌好看 是不是给他修理 期待很久 就没想到今天这个尾山 我们刚才看到的记者会发生什么事 谢国良祖陶告位 他要强调只有一件事 我绝对没有吸毒 你林又昌24小时之内给我来亲自道歉 你若不来回室内 我要做什么 我要去医院验尿了 我要去自清了 韦珊 你觉得这个消息够分量吗 重磅消息 你觉得呢 这个是大家傻眼的重磅消息吧 我们刚刚在棚内的观众朋友 我们很容易所有的来宾都笑到不行 看到那个新闻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 是不是真的吸毒吸到轻掉了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谢国良 应该是他就是已经无话可说 其实林又昌在很愤怒的说出这个情绪性的话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几天前了 如果你真的要告你当天就要告啊 你怎么拖了这么多天 你今天才说要提告 那不就代表说他已经无话可说 针对这个Net的产权争议 市政府已经没有任何的立场 所以他只好搬一个吸毒出来 要来转移这个焦点呢 那所以我们看到谢国良到现在还是没有说 说得很清楚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Net的产权争议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明明这个产权是有争议性的 那市府照理来说你也是应该有争议 就不应该直接登记你的产权 你应该要暂停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谢国良自己求援兼裁判 让自己的这个地震处呢 就直接把这个房子的这个产权 就登记了在市政府的名下 那大家要知道 不管是土地或是房产 就是登记制嘛 登记在谁名下就是谁的 你明明前面还有法院的这个程序正在跑 你明明前面都还有很多的争议 结果你竟然用求援兼裁判的方式 直接把东西归为你的名下 这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 我们在台湾这个民主社会 你竟然把这样的产权还有问题 疑问的时候 你就直接登记在自己的名下 这个叫做政府强夺民间财产 这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 所以今天真意闹得这么大 就是因为谢国良没有任何的程序正义 你明明该停下来重新检验 重新让这个公正的所谓的法院去判决的这个环节 你都要直接跳过就直接接受登记 那其实这个事情没有人可以接受啊 大家要想连net这么大的一家厂商都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一般市井小民的财产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呢 我们甚至看到谢国良他们现在哦 甚至受不了可能已经没有什么话可以解释了 还把赖清德拖出来做这个救命牌耶 他说赖清德明明在之前啊签约啊 又什么ROT签约20年 可是问题是当时的产权签20年 就一直是20年啊 他又没有中间切掉人家当初的合约 去改一个新的合约 换到别的厂商的手上 你当初签约怎么签 你当然怎么跑嘛 那今天net如果说你要合法让他使用 他当然是全程 你当时怎么签 你事后就应该怎么照着合约进行嘛 因为我们民主国家就是按照契约制嘛 你契约是神圣的 你当时怎么签 你该给他几年就是几年嘛 你中间突然蓝湖跑出来 还给你的前女友的这个财团 一个这么好 长达30年这样的一个合约 谁能够接受呢 嗯这个产权的部分哦 刚才大家补充很多 可是谢国良今天的记者会 一个字都没有提耶 我请教一下明玉姐 就媒体人的角度怎么看 今天开这张有需要 有这样的必要吗 因为今天早上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那个制作人还跟我说 谢国良就只有讲说 他没有吸毒这件事 我还跟他说 没了你稍等一下 一定要没说完 你听他讲完 结果没有 整场记者会就这样结束了 刚才看到媒体朋友说 就这样吗 就这样吗 我们今天的新闻就这样吗 来宾玉姐 有点狼来了啦 你就是我觉得下次 你就是说还要再讲说什么重大事件的话 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大家可能就不太会相信 你把媒体朋友大家都哭去那儿 就这样没有了 重点是说你要澄清自己没吸毒 这是你的权益嘛 可是你你不会就是叫大家来 大正张开记者会 然后叫大家来 然后就说你没吸毒这件事 重点是你要讲这个产权 因为今天的今天的新闻焦点 都摆在基隆市政府去登记产权这件事情嘛 那必须回过头来讲 就是说你跟这个林佑昌之间 到底就是吸毒 或者是说你觉得 人家说说 现在有些这个网友是说啦 就说你谢国良 你现在要 因为林佑昌讲说你之一 你到底是不是吸毒 这是一个情绪性的发言 那你要告他这个 那之前你影射林佑昌有图利厂商 那林佑昌是不是反过头来可以告你 所以这个就是你言语的一个针锋嘛 言语针锋嘛 谢国良说得很微睡 他说林佑昌说那话 和他太太都睡不着了 就全家都很焦虑 不晓得怎么面对小朋友 那说实在的 你谢国良 你也影射人家这个 这个林佑昌图利厂商啊 不是也说林佑昌图利内可什么的吗 那你这样子林佑昌 是不是清育也受损了 人家家人可能也睡不着 大家都在失眠 我让我说这个 就已经陷入了这个口水战 那我当时说谢国良 如果你要这个继续 这个陷入这个吸毒这个话题 你要帮自己这个证明 薄清白 那这个你的权益 这个我们也无从智慧 可是问题是说 你回过头来 今天整件为什么记者会去 那就是因为已经传出来了 这个也证实了 就说你这个基隆市政府 跑去基隆地震事务所 去登记二到四楼的产权 那第一个 为什么有法界的人士 认为说 这个非常不妥 因为地震事务所照理说 你应该要拒绝的 譬如说就像刚刚我们来宾讲的 就这件事情 你还在打官司当中 你这个事情官司 都还没有定案的当中 你地震事务所 怎么可以去接受基隆市政府 说你要来登记产权 就登记产权 那坦白讲 因为你这是基隆地震事务所 那裁判也是你的 不是就像那个周星辰 电影一样吗 对不对 少林足球裁判也是你的 什么都是你的 你现在要怎么干 第一个基隆地震事务所 一定是完全配合你嘛 所以大家会直接说第一个你在这个产权争议还没有确定的时候 你基隆市政府跑去地震事务所登记 你基隆地震事务所 你本来第一时间就应该要拒绝的 结果你没想到你现在关关相户 你就一条龙一口气就配合 那我还在帮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说二到四楼的这个产权 他到底能不能登记 这个是有疑议的 第一个因为那个大日 大日又回过头来 那个房东 最主要是那个房客 这个大房客 他其实跟那个基隆市政府 他这个也承揽这个 就是说他签约了之后 他是盖那个 他是做他的那个停车场 做那个停车场 那等于说停车场 你做停车场 二到四楼是内特人家耗资 快三亿 二点九八九亿盖 盖起来的 那等于说这几年也风光发展了 把整个东岸的经济整个带起来了 那所以说你对于内特来讲 二到四楼是我出钱盖的 那你现在要直接跟我解约 你就要把整个产权拿回去 那对内特来讲 他情何以堪 所以这件事情才会整个 就是说现在陷入这个 在打官司官司的纠纷 因为当时大日 他只有那个地下停车场而已 二到四楼是人家内特盖的 那你即便要解约 你不能说你拿回去就拿回去 那你那你这个这个 你对内特来讲 他投资了那么多钱 然后二到四楼是他盖 他发展的 他为什么说你拿回去就拿回去 所以这个就是说 大家觉得现在不合理 还在打官司的地方 那我们不要去陷入人家产权争议 因为产权争议现在打官司 这个法院自有定夺 可能双方你都要拿出他的这个令论证据 那就让法官去判了啦 所以为什么谢国梁现在会这个陷入 连这个强盗罪都被告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你在整个官司没有定业之前 你一你先动用警察权 这我们这几天我们已经讲了好久了 他动用警察权去半夜 去给人家强制点交 就还害着那个分局长 这个这个当时这个这个连制服都没穿啊 穿了一个便服 他穿便衣去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是去遛狗的 这个不知情的人 以为以为是旁边的用路人 那路过这样子 那所以到这个到底为什么会 你要限这个警察局长于不义 我要讲的是这个临召册 这个临召册 你看他当天晚上是穿这样 他去执行轻户的时候 半夜哦 你连这个制服都没有穿哦 而且人家按照警察的这个职权新司法 你应该要自报你的职称姓名官阶 还有你执行的勤务 结果你那天就这样子去了 你这样去啊真的 大家这个你 你知道你是谁是路人甲 再拿一张 这也是律师提供的照片 你就躲在警察的后面 警察还要想办法把长官给盖住 对啊 那你如果是堂堂正正的话 你要执行 你为什么这个不穿制服 不报你的这个阶级 你的职务 还有这个你的官嫌 你都不报 对那人家这个为什么要来被你点交 而且你怎么可以动用警察权 我是说以我们 如果说你要去立房客的话 你也不我随随便答给警察局说 我的房客不搬 你可以把他赶走吗 谁理你啊 所以我觉得同理可证 所以我觉得谢国良 你第一个你动用警察权 导致你现在用强盗罪被告 被侦办这件事情 甚至现在还要引发你被这个罢免的一个 一个未来的政治纠纷 这都是你自己自找的 然后再来你开个记者会 不要再人来了 不然以后我觉得记者不会再信你这一套 你就要你自己的这个口水站 记者没空在理你的口水 记者没空在理你的口水 那我反观 我最后再强调 你讲人家这个林佑昌 你也是损害人家名誉 人家林佑昌 你说人家土利 人家也可以告你 那这变成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但是回过头来 你还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讲说 你为什么可以动用警察权 对于强盗罪被告这件事情 你没有讲清楚 那再来就是为什么在产权还没有定案的时候 你自己就可以赫然 基隆市政府可以赫然跑去地震事务所 直接给他登记 我觉得这样子 你跟这个抢钱有什么关 就跟抢钱有什么两样啊 这个产权争议 这里要件的事情 谢国陵今天竟然都没讲 他只是说接下来 发言人每天都会开直播来回应大家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隆市地震事务所 他们今天是怎么样 来回应这个大众的疑惑的 因为NET的委任律师说 基隆市政府这样登记 没法没天啦 这样违法无法无天 那基隆市地震事务所说 他们是驳回NET的意义 他说如果你NET 你不服的话 你可以依照宿愿法 或是行政诉讼法等等的方式 来提起救济 今天这是地震事务所 他们的最新回应 我先来请教一下材哥 这么重要的事情 这种产权争议这种东西 这就是记者想要问的 也是这个民众 基隆市民也想要知道 但是谢国梁说全包 只是叫林佑昌 要对这个吸毒的事情 来跟他 来跟他道歉啊 不然他要去咽尿 要去自清了 来再一个 问一下我们先还原 这个事情 最开始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 就是NET去告 基隆市政府 谢国梁 他们这些人 共度的行为 告个强盗罪 这是在野车 因为市长现在好像 也是被列为被告 对对对 都被列为被告 这是这个事情 开始 这就是开始后 谢国梁转移焦点 第一件转移焦点 他先走到我们去开机家会 他那天晚上开直播 自己开直播 开直播 那个直播 黑白妈 不知道在买什么 都没回答说这个基隆市政府 还有这个李月车 到底是什么人下令 叫警察 去沉入这个八十的财产 分局长都到了 相机席 刚才民意杰已经说了 这是分局长 他解决要面对的问题 但是这个就是向下令 因为有时候庭首长 他如果下令 庭的分局长 庭的分局长会很尴尬 不知道要怎样 所以一定有一个表演 所以下令令是谁 谢国梁 你要说清楚了 是你下令令 或是副市長 想要你下令令 或是林定超 下令令 是什么人下令令 这才是先說的先做 反正林佑昌那天 回應的 不是去指控你吃毒 是你的行為 表現出來 讓大家看到 你的市長 怎麼一種款 翟哥林佑昌那天 到底是怎麼說的 他就說你嘛 他用是這樣嘛 就說你去拔枚 在那裡馬丹馬塞 不然去回應問題 這個市長到底是嘻笑 他說民眾看到 民眾看到 你是喝酒 喝過頭 或是拉架 我們不要說他沒有拉架 只看他今天開這個記者會 恐慌 恐慌 和現場的記者就說 哇 傻眼 傻眼台語 反正就恐慌了 你照你說 你要回答 應該說他的表現 比較不如搭的預期 就是恐慌 孟茲 你說的 重點就是 因為現在 現在的情緯就是說 第一 你已經去過了 共度的行為 第二 真利點在那三款 二樓到四樓 因為原本那個冬花 那個是黑暗暗 炒酸流 很重的地方 林佑昌的變形是 街人人的公營 更贏贏的地方 所以有利益嘛 但是我們不要關閉 我們回來說法律 法律說就是三款 三款 土地第五十九條 就是這個三款中間 如果有關閉人 如果有政議的時候 你的地政機關要調柱 不可以做單一方面說是A還是B 土地定義幾個五十七條 裡面的第一項 第三款 就是說 如果發生這個 這三款有政議的時候 就不可以 地政事務所不可以做財管 要移交給發營去做財管 現在這個就是在發營嘛 因為土地定義幾個七條 就是說土地以定義為犯政 如果有政議的時候 由發營來做財管 不是市政府喔 為什麼二月二月一號的時候 怎麼中間 怎麼真的都問 所以今天開機這裡不敢回答這個問題 標示說這個地政事務所或是地政事務 知道說他不對了 因為土地法的規定也好 土地定義規則也好 都沒有讓地方政府 可以有直接的困難 說這個東西三款 就交給這個 審某米朗 交給市政府 內地的律師 他也沒有指定說 這一定是他的喔 所以他要政議嘛 要政議就要放他財管下來 然後二樓到四樓 到底是三款秀以下 再處理 這是三款的問題 但是這個謝國良 主頭告白都沒有去回應 多人人 這個三款的屬性 第二 今天都沒說 不是今天沒說 一直去找到現在都沒說 第二 謝國良沒有回應 這個基隆人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用比較熟的這個條件 給這個新的 基隆人說叫做龍捲風 不管是怎樣 這違反這個用二十年又九十年 違反我們一般的年底 你想想看 我們人的一生中 你有幾月三十年嘛 你如果幾月給他之後 這個東西就是這個 摸一個參議官的百條的 謝國良後面 你看他的這個產經處處長林鼎超 過去是連勝府的特別助理 他的律書簡泛中 是參這個 這個 連勝文 連勝文他中間他們有關係 所以你的政商關係 你也要把基隆人交代給清楚 讓我們再來 回家說這個本質 這個兩個市長的公法 我剛才這樣簡單說 我們就比較出來了 他說林肖昌比較散 會出問題 但是他比較散 他為什麼要用五年加三年加兩年 你經濟比較好 你怎麼會三十年又九十年 第二 林肖昌是保證 基隆市政府每年可以拿到五千空五十萬 但是你沒辦法 因為你的什麼 兩千兩百萬的媒體 那根本就不知道要他拿來 那是空的 你的變動的權利金也是空的 所以你實際上 你就是一千五萬 是實際基地到那個 固定的管理金 但是林肖昌很清楚 固定的管理金是五千空五十萬 加上他超過這個獄 一半是幾個市政府 過去三年這個中國武漢疫苗 當然國防國家都不賺錢 你不能用這個理由 但是這個東西 這個條件 就是對這個基隆市民是最好的 但是這個謝國良 你完全沒有交代這個問題 你都走進去 走來台北 你米在主立論後面 你米在國民黨的立法院東團後面 你現在你可以清楚去回答說 到底基隆市政府參與內地這間公司 會三款的情依 以法律上來說清楚 你也沒有 結果你去照片說要放流 要去掩流 所以大家也認為說 這種市長 市長要怎麼繼續 所以基隆人要反對 想說我們站在屬性 屬性來看謝國良市長 這個行為到底有增加 基隆人的公共利益 還是沒有 如果沒有 我們繼續讓他這樣 繼續讓他撕破 如果是有法律 會讓他保障 這個誰是誰非 當然剛才翟哥也是拿了這個表格 要跟大家說明清楚 可是謝國良 基隆市政府 人也為年一特公還 只是說現在大家糾結在於說 二月一號那一天 為什麼基隆市政府要這麼難得到 為什麼急著在二月一號 馬上就強行破門 甚至還有被拍到鎖匠用電鋸 鋸開門鎖黑衣人破門闖入 到底有沒有這麼離譜的事件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來討論